吴可西超强泰国枪国语。早餐店老板错任是外国移工。 吴可西再度挑战外籍角色。图公式提供,2018万0407。 吴可西既在冰毒饰演缅甸农妇,又于公式学生剧展天台上的魔术师再次挑战外籍角色,演出泰国籍在台看护。 演出泰国移工。 天台上的魔术师由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研究所教授廖金凤制作,是马晓辉自编自导作品。 其中郑仁硕则是发挥抛命精神,戏中心身上阵被吴可西拿花盆砸,还有自掌嘴巴等激动信码,让他杀青时,都还拿住冰水,冰敷被自己打肿的脸,十分敬业。 郑仁硕在剧中自掌巴掌,图公式提供,二千零一十八万零四百零七。 公式学生剧展天台上的魔术师日前在金岁讲课别放映,描写无所事事,游手好间的林飞龙,正人硕士眼,经常做些投机摸狗的勾当,某天大雨磅礴,被追入小巷的飞龙偶然目睹了一起性侵事件,在那之后,不睹性侵事件的阿龙, 与经历性侵事件的阿龙,吴可惜试验,两人在天台相遇。 该戏将在4月8日晚间11点30分于公式首播。 吴可惜再度挑战外籍角色。图公式提供,两千零一十八万零四百零七。 1十八万零七。 3,4万零一十八万零七。 感谢观看